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话说 老花一帮我看看是不是法师的多肉长虫了 像这种情况一般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 就把喷壶啊 弄点水冲一冲冲干净 是吧你隔天再观察如果还有的话就打点药 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家庭养花是吧很多话就担心 尤其是很多话种一些吃的东西对吧 不过该备点药的备点药 你像要不是吃的东西都可以备点这种 小白又要先趴了这个直接撒到土里面 他一百天一回很多话都嫌贵 我觉得贵我贵的多少里吧 一百天一回又不是说让你天天用 他可以预防大部分的一个病毒害咯 老板你好北方百合 你看啥的呢 浇水浇多了吗 这个呢就是缺光缺水 缺过一次水就是然后呢又缺光你现在浇上水了没啥用 他已经伤了元气了 像百合这个东西 北方的话有能地灾就地灾为啥呢 你像百合 绿金香 还有一些个你像朱领红这些在我们北方是可以地灾的 他春天的时候开花 夏天的时候呢生长一段时间 秋天的时候 学下边的种球他给他分球 到了冬天的时候休眠 春天的时候又开花夏天的时候又生长 秋天的时候又分球 冬天的时候又休眠 周而复始春夏秋冬 盆栽的兔宝你可能就差那么点点意思了好吗宝 老师满天星 敲光 都不用看 很多花肉在养花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给出光照 你像我面前这两门花有的花肉一看 焦焦嫩嫩的 不是的 你像这个田来好小木槿 他这种都是洗光的还有满天星 你如果说没有光照他肯定差点意思 还另外呢抛给大家一个 我说 植物 离开光照不能活 有没有反对的触保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咱们争论一下 下期的时候我再给你们 狡辩你看我怎么把你说服的 好吧 给点光照啊 别光顾着浇水很多花肉都这样 新叶去年年底长出来了一直 长不开根系弱了 这个怎么怎么地的 像这种东西呢 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它入土呀 你不要想那是怎么怎么 像 这个好像是看得像春雨也不知道是归位族是啥 看得像归位族 你可以用一些个那种赤玉土啊或者是用我们家那种 泥炭土把细的塞走 直接给它种进去 你要实在不行了把这个 杆上面枝杆上面用一些水苔稍微用线缠一缠包裹包裹 让它稍微略略的潮 引一些气根出来就很棒了 要不然的话是吧你也懂得 一般这种东西都是大家浇的水多烂掉的根材这个样子的 它本身会长气根的对空气湿度的要求高 好吧 下个厨房帮我解答地下的害虫和根本剑如何防止与治疗小白要是出来 你这 你这难为我呀 还想马儿跑 还想马儿不吃草 那怎么办你地下害虫 你如果是盆栽的话 咱们在用土的时候就尽量的杀一下菌 你要不然就买好一点土 像我们家的就不用了 里边肯定是不会有虫的 买到花买到的苗 最好是进行一遍药育 就是进行一遍杀虫杀菌 省得传染的满源都是 一般根神叶这个东西呢 它都是在那个多肉上面比较多的 我个人建议还是用一些这种药 你像海又说回来的小白药它不是 是是单独的买一瓶十几块钱感觉挺贵 你用上一回基本上100天不生酮 对吧 我个人还是建议这个 还有这个话我说鸡蛋花跟美人椒如何抵抗这个低成品解决这个绣 多菌灵啊 多菌灵是最低成品了每个月来一次喷洒喷洒 另外呢只要是病菌类的 你像大家遇到的什么呢就是蘑菇 莫尔灵芝 包括人得的一些个皮肤病 角气 银腺病都是一些个真菌类的 像这种东西都是在潮湿闷热不通风的时候 你像如果说 养鸡蛋花美人椒你就通风好一点光照给一给 它就不怎么爱生这些个病的 好吧 这个话有价里应该是属于那种闷热潮湿的情况 所以说经常有这种东西 下个厕保说这根结的苗 月季的香味有可能会变是真的吗 这肯定是真的呀 你像 那个南瓜上面嫁结西瓜是吧 还有嫁结茄子苗嫁结那个梨苹果啥的口感都会变 那花香肯定也会有一定变化的 知道吗宝贝这个是真的这个不用疑问 好了 今天养鸡鸡就到这了绝不说接点个赞 有其他的养鸡鸡的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华一养完就在一白了